第四章 悔改 自己做主人的罪能得到饶恕的唯一方法 就是凭信心接受神主动预备的解决方案 信耶稣的十字架与复活 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是圣子神 他的十字架上实际是神亲自背负的十字架 而能够让人确信这些凭据就是耶稣的复活 耶稣是神却为代除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 并以这宝血为祭物这一次陷在天上的圣索 并且如前章所述 耶稣照圣经预言第三天复活的事件 确确实实地证明了耶稣是神为我们死的这事实 因为旧约圣经不断预言十字架的死和复活 耶稣亲自也反复预言了这一点 而这预言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得以成就 确切地证明了耶稣就是神 尽管神一再说要替受造物死 但若耶稣没有复活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宗教骗子 那么正如保罗所说我们仍在罪里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枉然 你们仍在罪里 在前一章我们花大量的篇幅仔细考察了耶稣的复活事件 及他是如何证明耶稣是神的过程 耶稣是神 他因爱我们来到这世上 又因爱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第三天复活 确证他自己就是照旧约所预言 和照自己的预言复活的神 以此宣告 全人类的罪 以因他的十字架完全彻底永远地得到了赦免 如今只剩下一件事 那就是信耶稣是为拯救我降世的神 并以主人的身份迎接耶稣 在第一章也提到 根源性的本质的罪 是人自己要与神同等的骄傲的罪 而这罪是以神为对象所犯下可怕的罪 从这根源性的罪衍生出来的罪恶 就是以人为对象所犯下的无数罪行 现在是时候要凭信心灵受 神已经完全解决的赦罪为礼物 人若想要灵受这白白赐下的赦罪之礼物 就必须要悔改 圣经反复敦促人悔改 施起约翰开始施工时 高呼的第一句就是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主耶稣开始他的侍奉生涯时 大声疾呼的第一句也是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后 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 让他们确信他自己复活的事实 之后升天了 十天以后照耶稣的应许 圣灵降临在马可的阁楼里 因着圣灵的降临 门徒们不再恐惧害怕 开始貌似见证耶稣的复活事实 传扬这位耶稣就是神 五星节那一天 听彼得第一篇讲道的犹太人 听到自己杀死的耶稣是神 觉得扎心 就问仕途 我们应当怎样行 这时彼得的回答直接了当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胜利 随后那一天就发生了约有三千人 悔改信耶稣受洗的惊人事件 再怎么深感愧疚和自责的罪 只要认罪悔改 就必完全得到赦免 悔改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悔改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悔改是神的大能 让人得到救恩 领受永远的生命 罪得赦免 因此正确地认识和理解 什么是悔改 悔改是什么 并正确地悔改 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哥林多后书提到这样悔改 可以让人得救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至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因此世人没有一个人不悔改 就可以得救 使人得救的悔改 又有着让人得到生命的能力 那些悔改根源性罪的人 神不仅拯救他们 还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悔改是神的大能 让人从罪的刑罚 永远的死亡中脱离 得着永远的生命 《使徒行传》如此说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于神 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这句经文的背景是 彼得被邀请到 外邦人 百夫长 哥尼流家里吃饭 并向他们传了福音 有些生活在犹大的 奉行歌里的门徒们 就因这件事责备彼得 彼得详细讲解了 看见异象和奉圣灵 差派传福音的全过程 在场的人都被感动 其声赞美神 只归荣耀于神 并且认识和明白了 悔改的大能 就是得生命的悔改 不仅如此 录家说悔改 还有罪得赦免的能力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 复活的耶稣 向十一位门徒显现 为了让他们相信 自己复活的事实 给他们看了自己的手和脚 甚至在他们的面前 吃了食物 而后又带他们回顾 曾经教导过的经上 指着关于自己的死 和复活的预言 并且说出了这句话 在这里 耶稣教导说 悔改是罪得赦免的悔改 宗上所述 悔改是神的大能 悔改罪得赦免 悔改得到生命 悔改得到拯救 难以想象 神这样的大能 会临到一个 不肯悔改的人身上 因此必须悔改 才能得救 优先要悔改的 并不是道德和伦理上的罪 论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 并不是局限在悔改 向他人所犯的 道德和伦理层面上的罪 而是悔改远超这些 更本质 更严重的罪 后者才是悔改的核心 事实上 要悔改我们从出生 到现在犯的所有罪行 那真是没完没了了 而且 哪怕是痛哭流涕 深刻悔改 过不了多久 还会犯罪 需要再次悔改 这罪还没有悔改完 又想起了过去 没想到的罪 实在是穷于应付 甚至 罪完全得赦免的确信 也会开始动摇 乃至变弱 只能反复地进行悔改 所以说 悔改并不是 单把人 与人之间 所犯的罪 道德和伦理上的罪行 一股脑地倾倒在神面前 悔改远非如此简单 当然 道德和伦理层面上 所犯的罪 会让人受到良心的谴责 起到提醒自己 是罪人的作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 对这些罪的悔改 并不能达到 让人悔改 像神所犯的 根源性罪的程度 之所以说 我们是罪人 实际上是因着 以神为对象犯了罪 是因拒绝神 无视神 是因自己 做主人随心所欲的生活 若要真正悔改 必须要明确认识 优先要悔改的罪是什么 是以神为对象 所犯的 根源性的罪 即便是 深刻悔改 以人为对象 所犯的一切罪行 即令人 良心不安的 所有罪行 如果盘踩在 内心深处的罪根 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就不能称之为 真正的悔改 以人为对象 所犯的罪 实际上是以神为对象 所犯的罪 自然衍生出来的结果 因而 真正要悔改的 绝不是以人为对象 所犯的 衍生出来的罪行 而是以神为对象 所犯下的 原初的 和罪根本的罪 正如第一章 所看到的 人犯了 与魔鬼一样的罪 要与至上者 同等的罪 犯了因骄傲 自己做自己主人 无视神 随心所欲生活的罪 犯了以神为对象 所犯的 根源性的罪 这才是 真正要悔改的罪 被撒旦的一句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所引诱 自己坐在 神的位置 自己做了 自己的主人 这可怕的罪 才是真正 要悔改的罪 要悔改 不信耶稣的罪 在马可的阁楼 耶稣地上施工的 最后一页 对自己过去 三年半来 所带领 口训练的门徒们 进行了一次 很长的教导 那中有一句话 说自己离开 是与门徒有益的 因为只有他去了天国 才能拆圣灵来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费师就不到 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就拆他来 接着耶稣 向门徒们 讲解了圣灵 来要做的工作 他既来 就要叫世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 是因为我 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 以上经文 需要关注的内容是 圣灵来 要责备的罪 到底是什么罪 耶稣说 圣灵来 要责备的罪 是不信耶稣 他自己的罪 不信耶稣是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信耶稣 就是罪呢 再一听 好像很难叫人信服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所有的宗教都说 不信自己的宗教 就是罪 然而这句话 与其他的宗教 说法是 截然不同 不是同一个层次的话 必须要关注的一点是 唯有圣灵 能让人明白 不信耶稣 就是罪 而圣灵责备的罪 也是不信耶稣的罪 为什么说 不信耶稣是罪呢 理由很明显 是因为人不无撒旦的后尘 犯了高举自己与神同等 做自己主人的骄傲之罪 人既然向神犯了罪 就免不了和撒旦一样 承受地狱 不灭之永行的命运 然而 爱犯罪世人的神 为赦免和拯救人 差派自己的儿子 代替人死了 第三天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用复活证明了 祂是真神 证明了是神为我们受死 付出的巨大的牺牲 证明了祂的死 实际上就是神的死 耶稣的复活 是神给万人 可信的凭据 尽管如此 犯罪的人依然不相信耶稣 拒绝耶稣 依然要过自己 做主人的生活 因此圣灵才要歧视 和责备人 使人明白 这罪有多么严重 多么可怕 正因为如此 哪怕是把 人类所犯的罪行 通通的都加在一起 也没有不信耶稣的罪 这么大 这么重 真正的悔改 正是悔改 不信耶稣的罪 悔改不是简单的 说一声对不起 来到神面前的悔改 不是说一声 哦神啊对不起了 这么简单 前面多次提到 人所犯的根源性的罪 是无视神 登上神的宝座 自己成为 全宇宙的主人 随心所欲的生活的罪 既然这罪如此严重 理所当然 对罪的悔改 也要非常深刻才是 尤其是 没想到神的儿子耶稣 竟替我们的死的 惊奇的事件 就应该认识和明白 自己做主人的罪 有多么严重 悔改不信耶稣的罪 把自己人生主人的位置 归还给耶稣 这样的悔改 其程度 要达到交付自己 全部的悔改 从这意义上来说 悔改是我们一生中 跨时代的事情 悔改是更换自己 人生主人的事情 悔改是从神为敌的 自身处境回转 因此若要与神和好 必须要非常认真 而深刻的层面上 进行悔改 但这并不意味着 要把出生开始 所犯下的伦理 道德的罪 以及良心 受到责备的 所有罪行都记起来 几天几夜 絮絮叨叨的流泪悔改 真正的悔改 是要为自己 强占神的位置 自己做主人的罪 而忏悔 向神承认这罪 并请求神的赦免 五行节那一天 听到彼得讲道中 说他们杀的耶稣 第三天复活了 在场的犹太人 都惊慌失措 惶恐不安 故此 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彼得向犹太人 大声疾呼 你们钉死的 十字架上的耶稣 神已经让他复活了 自己和其他使徒 都为这件事做见证 在前面的三十二节 他就宣告 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听了彼得这样的见证 犹太人战战兢兢 惊慌失措 绝望之中悲呼 哎 听你这么一说 我们竟然杀死了神 这该如何是好 我们完了 犹太人一直以为自己爱神 侍奉神而自负 如今却不知所措 狂呼乱叫 而他们与神永远和好的 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悔改 今天 无论是谁 若不悔改自己 做主人的罪 不信耶稣的罪 自己做在神位置上的罪 就不能得拯救 悔改的核心 是自己做主人的罪 神为了解决这罪 拆他的儿子 来到这世界 代替人承受死亡的刑罚 第三天 又让他复活了 要悔改的就是 我们不信这事实的罪 这才是悔改的本质 是我们真正 要悔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